我们常用的宝特瓶 纸类 这些回收物在台湾 早已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运行20年的回收系统 却因为中国禁费令 一切的努力将被进口垃圾压垮 国外的垃圾进来台湾 把我们台湾垃圾打完面 整次掉价 那市场里面全部都是 满满的都是洋垃圾 这是政府不去管而已 如果可以去管的话 有什么事分辨不出来 苹果直击港区验货现场 打开货柜 酸臭味扑鼻而来 25吨的空间 塞满从日本进口的各类废塑料 为了验货 码头工人挤进货柜 把垃圾推往堆高基 飘散的废塑料 让港口变成垃圾厂 原来政府允许业者进口的产业用料 是处理过的干净废料 但今年初 中国实施禁费令 层次不齐的进口垃圾 打着产业用料的名义 串往东南亚以及台湾 根据官务署资料 累计今年前7个月 超过100万吨的废塑费址涌入台湾 而去年同期 却只有进口65万吨 最先受到冲击的 就是第一线 拾荒者 这一块要不要 好快 快啊 谢谢 扛的 扛的 你扛的 扛的 谢谢啊 那你怎么都扛的 拿起来很轻 那就扛的 以前就是两块多啊 两块五啊 就差了一块 一块的话 100公斤就差100块了 给你推 我已經沒力氣了 好謝謝107 剛出爐的107是怪 22塊75公斤 1.5 人家都要用鏡頭的紙箱 或者是那麼髒的誰要用 國內廢紙回收價 長期被三大職場控制 從去年每公斤回收價4到5塊 跌至今年8月的1到2塊 蘋果直擊全台回收廠 基隆 新北 高雄 由於紙箱限收廢紙堆積如山 加上回收價暴跌 業者也有苦難言 現在是本末倒置了 我先進口進來 外國紙便宜的時候 我再壓台灣市場的價格 那整個都被三個大廠給壟斷掉 進口的比台灣更便宜 要是我是那個業主 我買便宜的 我幹嘛買那麼貴的 我沒有賺那個錢 我該從哪裡拿 我一定要從那個 阿公阿媽那邊拿回來 跟阿公阿媽又要再收得更低 大家只能同業將將面 我要進來的開 考驗越逃過國內需求 你可以去看台中港 收賀之餐進了多少還便宜 蘋果直擊中部造紙廠 廠外堆滿無數廢紙磚 堆高機不斷進出貨櫃 根據造紙工會年報發洩 造紙廠進口廢紙量 多年來維持在60萬噸 但去年中國宣布淨廢後 2017年台灣進口廢紙量 暴增至110萬噸 創近11年新高 整個回收系統沒有好好的分類 就把它的價值把它拉低了 只要你說合理的分類的話 絕對可以被重溫被吃掉 我們也知道 這是大家一個共生體 大家彼此之間合作 能夠把它這個東西做得更好 我們光拿去年來講 回收率有52.5% 僅次於這個德國 也僅次於這個奧地利 就環保的績效而言 在全世界是排名在前面的 7月底行政院長賴清德 公開肯定環保署的回收成果 但事實呢 從去年8月中 中國宣布禁費令預告算起 台灣環保署 直到今年8月13日 宣布修法 最快10月會管制進口垃圾 經過14個月 台灣政府才做出反應 直到蘋果報導後 環保署才宣布 最快9月底加鹽管制進口垃圾 6月份知道這樣的一個資訊 到8月份我們就做公告 你進來的東西都是要 第一個要單一的 第二個要從事乾淨的 第三個是要 直接有這樣的需求的工廠 才可以進 環保署預告修法後 學者也有不同看法 規定是不食人間煙火 有PE模你怎麼分 像大陸它是定005% 那就可執行 我們是完全不准有 到時候一直去執行 所以定的人應該是不懂造職業 所以它一定是供過於求嘛 那就會崩排 所以很顯然的 我們今天進來量是 遠遠高於我們這邊的需求的量 台灣回收系統 是由清潔隊與食荒者 收取民眾回收物 再將回收物 轉交給回收業者 整理、分類 壓成各類回收磚 送往處理場 再生成各類資源 其中 造紙過程 不僅耗水耗電 更會產生空氣汙染 進口垃圾 毫無管制的結果 不僅增加環境負擔 更讓回收系統 面臨崩潰 再次回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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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